香港理工大學時裝及紡織學院的老師 Dr. Wong 我在這裡會和大家介紹我們學院內 Fashi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這個課程的內容特色 有人會覺得科技和時尚好像是兩個世界的東西 其實不是的 我們的日常衣著除了需要設計好看之外 都會要求他們有一定的舒適程度和功能性 比如說要有非常舒適的手感 要吸濕快光 要超級保暖防風 或者要他們具備一些電子功能等等 要實現這些功能性 就需要在設計時裝或者開發生產品的時候 去選擇或者研發一些適合的紡織物料 以及運用一些創新科技 除此之外 服裝的生產都會運用一些技術去幫助企業公司 去提高他們的生產效率 以及實現整個生產流程的自動化 正正因為時裝產品的開發、設計和生產都涉及很多專業 以及新興的技術知識 所以我們就開設了這個專業 我們的課程內容主要是由時裝產品開發、創新科技 以及生產管理三方面的課堂構成 在時裝產品開發的課程 我們會教學生如何分析市場需求 消負者對時裝功能性和款式的要求 然後根據這些需求去開發合適的時裝產品 而在創新科技的課堂 學生除了會學到纖維紗線和布料的基礎知識之外 都會學到一些新型的紡織物料 以及它們的生產技術 就好像現在流行的抗菌抗病毒植物 逢方逢紫外線服裝 可共介的纖維 智能電子紡織品等等都會包括在裏面 至於有關生產管理方面的課堂 學生就可以學到不同的傳統紡織品生產工藝 以及形式智能技術是如何運用到時裝生產製作中的 而學生除了讀關於Fashi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的科目 也都會學習到一些和時裝設計、商業管理方面的課堂 例如數碼化設計、人工智能設計、可持續發展時裝、和時裝商業營銷等等 我們的課堂主要都會用互動的形式去進行 會加入不同的實踐課堂 令學生擁有親身參與、創新開發的體驗、加強學生的學習 大部份讀時裝科技的學生 8月後都會做時裝、物料研發、或者生產相關的工作 例如產品設計、產品開發、物料研究、產品測試、或者生產管理工作等等 從小到大我都很喜歡Fashion 看衣服時除了看漂亮不漂亮之外 Texture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很開心可以讀了Fashion Technology之後 可以做多些實質的東西 例如是去做Quality Evaluation 即是做不同的Test去看一件衣服會不會縮水、脫色、起毛粒 同時我都可以學到怎樣去做一些Compulsive Materials 在上個暑假我就去了科學院做英討 其間都學了很多技術在Fashion Industry的應用 Fashion Technology即是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很慶幸可以入了這一科 給了一個機會可以多角度和深入去認識Fashion 那選擇修讀Fashi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專業的學生 還需要修讀以下的Clusters包括 記得把SFT課程放在Ben A 你才有機會面試的 到時見啦 在下一個潤我來說 你們不要做的